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看到被冒倒的内容之后 许多的网友纷纷感慨 这真的是粉碎镇主 他有正能量了 恩个棒 说起由明星肖战亲自设计款的公益文化山 那就是要提及之前肖战首次直播 为重振湖北经济给广大网友介绍当地特色产品 除了直播助力公益以外 还有肖战设计款的公益文化山 所得的收益也是用于捐款的 所以说肖战亲自设计款的公益文化山 不管是对于广大粉丝而言 是不可多得的惊喜福利 也是可以在公益的活动上面奉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不得不说公益文化山的出现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而肖战亲自设计款的公益文化山有着独特的标识 所以在粉丝身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出现在新闻联播时 大家很快就能够以吸力的眼光捕捉到了其身影 这件公益文化山不仅是身份的表明 更是正能量的显现 那此次粉丝身穿这件由肖战亲自设计款的公益文化山是做了什么 然后出现在新闻联播上了呢 据了解得知啊 被报道的是 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活动 该活动意义重大 值得被尊敬 在报道的页面上 很显然粉丝是站在靠边的位置 但优秀的生眼总是能够让人一眼就看得到 更何况他身上还穿着肖战亲自设计的公益文化衫 一幅钱的翼子在杨花的照耀之下意义生辉 这位粉丝能够现身如此重要的场合说明了他本身的优秀 不愧是正能量艺人肖战的粉丝 有了正确引导 从事的活动也会跟着有意义起来 记得肖战曾经对粉丝说过 向阳而生 以实际行动践行正能量 当看到穿穿肖战亲自设计款的公益文化山的粉丝 优秀的身影出现在新闻联播之上 参加的活动被高度重视 这样的行为正是以实际行动在践行着正能量的具体表现 最值得一提的是 粉丝的优秀行为能够通过新闻联播的报道 可以让更多的网友知道 粉丝郑主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 这在肖战以及粉丝的身上被印证了 而且还被给予了认可 相信优秀且正能量满满的粉丝 不止被央视新闻报道了这一位 在正能量艺人肖战的榜样作用之下 还会有更多的粉丝秉承初心 保持内心的炽热 一路向阳而生 与爱同行 最后希望每一个努力奋进 善良温柔的人会得到善待 不知道你们看到 当这位优秀的粉丝身穿肖战设计的工艺文化生出现在新闻联播之后 有何感想呢 近期博客天下发布了中央戏剧首席制作人王可燃的独家专访 即曹瑜诞成110周年特别行动背后的故事 这个独家专访也谈到了肖战 因为肖战参与了这次的诞成周年活动 他与万芳老师的对话受到了广大关注 这次在独家专访当中 肖战还得到了首席制作人王可燃的认可 而且还说不怕肖战会带来一些负面的质疑 这个专访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在专访的开头就提到了万芳老师和肖战的谈话 谈话由创作谈起又隐隐地切中了人生经历 展现了两代人之间的共鸣的力量 这正是王可燃追求的效果 不要那么多流量 我们要的是力量 总结概括这一篇专访的一部分主要重要内容 万芳老师和肖战的对话很重要 而且得到了王可燃的认可 因为达到了他追求的结果 在专访当中王可燃还提到了 其实一开始他并不认识肖战 但是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 他开始对肖战感兴趣 所以托人给肖战带话 让他自己提问题 王可燃强调他看缘分 想看肖战能不能提出问题 后边肖战提出了二三十个问题令他惊奇 所以合作也就此达成了 肖战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沉淀下来 自己看了万芳老师的书 提出了显现出年轻人的深邃质问 思考的问题 得到了制作人的认可 在肖战参与了直播之后 王可燃也遭受了网络上的攻击 问他说 这些问题是我们给他准备的 王可燃直接回复 不好意思 我五十岁了 真问不出来二十岁人的问题 肯定了肖战提出的年轻一代提出的得到认可的问题 当然了 面对肖战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质疑 王可燃质疑 让他们质疑去吧 如果我们秉承着真往前走 那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 他们做该做的 肖战也在做该做的 问心无愧 对得起自己 也对得起他正在努力的视野和未来 当然了 中央戏剧首席制作人 还对这一次肖战和万芳老师对话进行了极大的认可 展现了两代人之间共鸣的力量 这正是他追求的效果 他还直言 用了肖战又拒绝着重于此宣传 因为不要那么多流量 我们要的是力量 肖战带来的流量更传达了力量 他扩大了这次直播的影响力 在一定程度上让更多人了解了戏剧 带动了更多人致敬的经典 值得赞赏和支持认可 中央戏剧首席制作人王可然这次谈到肖战这个年轻人 有着认可 也有着谈当 就他该做的 一切问心无愧就好 肖战和万芳老师谈话的这一环节 将要传达的效果做到了 扩大了影响力 这就足够了 而我们知道的肖战还曾经亲自去上海 打卡了万芳老师的 你和我书中提到的八经故居 切身实地的去感受了 有这样的求知的精神的他 可以获得成功 那就是值得的 肖战被认可 每一个努力的人也都值得得到认可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